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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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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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夜老居士的经历正好符合这一点 夜老居士是在71岁的时候才皈依佛门的 他这一辈子可以说过得很苦 所以听到可以念佛 可以到阿弥陀佛最美好的极乐世界的时候 非常的欢喜 但是欢喜的日子不长 因为有一次 有一位居士就告诉他说 老婆婆 你年纪这么大啦 你七十多岁啦 虽然你故意念佛啦 但是你这一生只能解一个缘分而已 你这一生你这样子是不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所以我们看就是有这么糊涂乱讲话的人 那夜居士 一个老太太对教理也不是很懂 听到人家这么说 尤其对方看起来是学佛很久的人 所以她听了就非常的伤心 她就形容说她那句话就好像一个大石头 压在她心里 透不过气 本来是很欢喜认识到阿弥陀佛的 现在变得很沉重 她每次就自己想 难道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没有我的份吗? 难道我已经遇到慈悲的阿弥陀佛 还要继续轮回受苦受难吗? 因为夜居士早年她的丈夫就不在了 她是看到自己一个人养大两个孩子的 你想想 这个过程就不用讲了 她又不是什么女强人 所以这一生 痛苦 无奈 可以说是说不完的 那到了人生的最后 还听到阿弥陀佛也会嫌弃她 要求很多的条件 但她念佛不能到极乐世界 下一次要继续修 继续轮回受苦 虽然她听到这里 整个心都都睡掉了 有时候想到这里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都掉眼泪 所以各位 我们讲的 药可以乱吃 但是话你不能乱讲啊 你乱乱解释 阿弥陀佛会把人家对生命解脱的希望 全部拿掉的 那过了几个月 夜居士有一次的姻缘来到我们净土宗的道场 来听开示 结果一听 才发现 哎呀 以前都误解了 原来阿弥陀佛真的是大慈大悲 救苦 救难 是山根普渡的 终于极乐世界就有我的愤恼 可以回去了 从此 夜居士又在欢喜念佛 所以各位看看 你理解对跟理解错 差别是很大的 你这个心境是完全的都不一样的 两个月以后 儿子带着夜居士去检查身体 医生检查后 要他留院观察 那个时候 医生讲话也是吞吞吐吐的 夜居士看得出来 这个医生有点有口难言 好像很难讲得出口 所以他就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以前也是在医院当过护士的 而且我现在是一个念佛人 所以生死对我来说跟一般人不大一样 我现在就算死了 我可以去极乐世界 所以医生 你可以老实跟我讲的 我也可以提早安排我的事情 哇 这位一讲啊 我讲这位医生大概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 本来还在想 怎么安慰这个夜居士呢 但现在好像是夜居士反而在安慰他 那确实 医生说 检查身体以后 发现夜居士肺部有肿瘤 而且也是晚期了 大概只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那夜居士停了以后 不但没有怎么样 反而很高兴 他回到家里 就跟平常一起共修的理由报告说 我告诉大家一件喜事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以前听到人家说什么《愈之十字》 现医生说 我的病只剩下两个月 也是一种《愈之十字》啊 当天这个愈之事还主编的请大家吃 因为太高兴了 终于去极乐世界的时间 要到了 所以不但他没有像一般人一样 对死亡很害怕 反而很欢喜 这真的只有念佛人才有的现象 那死亡对我们来说 真的就像回家 回到一个最美好 最快乐的极乐世界 夜居士这样子的心态是对的 既然说 医生都说没有救了 那你就提早准备后事嘛 交代家人嘛 到时才不会惊慌失措 像师父曾经告诉我们的 他说 我们这些念佛的法师跟联友 65岁以上的 可以开始准备遗嘱了 还先安排妥当的是最好的 我们念佛人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在这个世界 也不需要带给其他人太多的麻烦 那过了几个月 往生前两个星期 夜居士的身体就开始比较弱 同时开始吃不下 只能喝水 就一直躺在床上的念佛 过两天 他就感应到阿弥陀佛现前了 他告诉大家说 哎呀 阿弥陀佛来了 阿弥陀佛来了 当时大家在旁边听到也很欢喜 就跟着他念佛 那过后虽然很弱了 但是夜居士就留给大家一段话 夜居士说 我们念佛人 其实永远都在阿弥陀佛的保护当中 像前几个月 医生说 我得到癌症 但是这几个月 我完全没有癌症的痛苦 我都没有吃任何的药物 但是就完全没有痛 我曾经在医院照顾很多的癌症病人 每一个都痛到 都不知道怎么讲的 甚至有些痛到都要自杀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看 都很可怜 但是幸好 我有念佛 所以这几个月 虽然肺部是癌症晚期 但是完全没有痛苦 有病 但是没有痛 这大概就是佛力加持了 这是他往生前跟他身旁的灵友说的 过后有多少天 夜居士就安详地往生极乐世界了 而且是微笑 毫无痛苦地走的 潇洒自在 往生净土 终于也是满了他的愿望了 这就是一位念佛靠佛力救度 往生净土 夜居士的故事 本来听到人家说 要努力地修行 要符合很多条件才有办法 这个压力一直藏在他心里 很痛苦 但是过后 了解阿弥陀佛是无条件救度的 是山根普度的 真的让他感到无比的安心 天天欢喜念佛 甚至最后癌症也没有痛苦 安详地往生 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真的要正确地认识 不要到处拼别人 乱讲 就影响到自己 就阿弥陀佛是无条件救度就对了 我们只要念佛 剩下的一切 阿弥陀佛可以说 都会给我们的宝伴 所以 偶一大师也说 除了念佛法门 是山根普度 而且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圆收圆超一切法门的 圆 就是圆满 没有遗漏的 就六字南无阿弥陀佛 圆满具足一切佛法的功德 像有些人喜欢愣演奏 有些人喜欢大悲咒 有些人喜欢《地藏经》 有些人喜欢《心经》 但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全部包过了 不只包过 大师说还圆超 就是佛号还超越其他这些经咒的功德 这道理是一定的 既然佛号是包括其他的佛法 同时也超越其他的佛法了 咦 怎么说呢? 讲一个比喻 就像一个国家 你看 国家里面的王帝 他的权力是包括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一个国家 有教育部长可以管教育 但是王帝也可以管教育 里面的卫生部长管卫生 但是王帝也可以插手管卫生 就王帝的权力 他是包括所有的人的 那包括所有人的权力 也代表他是超越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是啊 王帝的权力就是巨大的 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所以 一句南無阿弥陀佛 包括所有佛法的功德 也是代表了佛号是超越其他佛法的 就好像王帝的权力一样 偶一大师说 元收元超 就是这个意思 不止元收一切佛法的功德 还元超一切佛法的功德 所以有些人说 念佛还不够 还要加一个大悲咒 还要加一部《地藏经》 还要禅尽双修 还要禅尼三修 这就好像说 这个王帝还不够大 我还要给他一点权力一样 这是多余搞不清楚状态的人 才会做出的事情 因为王帝本来就是最大的 你还要加什么呢? 但是有些人说 哎呀 师父你这么讲的偏激啊 就一句佛号 一尊佛的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王帝 是属于偏激的吗? 不是啊 如果现在有两个王帝的话 那不打架了 古时候 打仗的时候 就是两个王帝啊 你要当王 我也要当王 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仗了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啊 如果现在新加坡有两个总理 马来西亚有两个首相 你不出几个人 肯定就内战了 所以讲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如法的 既然已经选择了念佛法门 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 是不是? 各人话佛说的一项专念啊 就是清楚一个方向 不会混乱 明明白白的 就好像说 人家问你说 马来西亚有几个首相 我们会说一个首相 谁谁谁的 这就很清楚啊 不是问了 谁是首相 结果你说 有五个首相 那不是天下大乱的 五个首相 所以 修很多的人其实在逆行上是属于很乱的 就好像 他什么都有 什么都要 那讲白了 就是心中无主 方向不清楚 好像迷路的人一样 所以少尔大师就说 什么都好 但是念佛最好 就好像一个国家 人人都有权力 但是王帝的权力最大 王帝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这不是偏激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的 淨土宗之所以是淨土宗 就是因为要突出佛号 是唯一最出胜的 每一个宗派因为目标不同 所以就有自己首要的法门 而淨土宗就是以佛号为宗 这样才会让我们全体的靠道 所以释迦摩尼佛 你看在《阿弥陀经》就说了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曰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各位看清楚了 释迦摩尼佛就明明确确指出一尊佛给我们作为依靠 你要到极乐世界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有没有指出很多佛啊? 都没有啊 《阿弥陀经》就是一尊佛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嘛 而且是释迦摩尼佛自己主动就指一尊 这个含义就是要我们一向专念 一佛 一法 一净土 一佛就是一尊阿弥陀佛 一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一净土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讲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最殊胜 专靠 专念 专修是决定如理如法 没有错的 今天如果说你是修其他法门 当然要讲六度万行 当然要修很多 有不同的修法 但现在 你既然已经决定 这一生你要回到极乐世界 当然就是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好 其他法门或许它们需要加念佛 但是念佛法门是不需要加其他法门的修法的 因为念佛法门就是要一向专念 不同的法门当然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就好像每一个行业都有不一样的规矩一样 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念佛法门》的阿弥陀经 它就是明确指引出这么讲的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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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